女人一家三口 本来住在曼谷郊区的一栋别墅里 老公何文是一名工程设计师 女人小宁则是一名全职太太 他们还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盈盈 由于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好 家里变得日渐拮据 小宁也不得不考虑重新找份工作 不贴家用 可最近发生的一件糟心事 彻底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小宁有一个小公寓在对外出租 这天他跟着中介过来收房时 发现上任房客把家里搞得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 窗户电视都被砸得稀烂 地板下面还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房客现在已经回国 如果起诉对方索要赔偿 不仅耗时耗力 只能是自己在拿钱装修一遍 可现在这种情况 小宁根本拿不出来装修的钱 毕竟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以租养贷 这时中介给出了一个建议 他们一家三口可以搬来公寓暂住 然后把现在住的别墅租出去 自己手里正好有个客户 对他们的别墅很感兴趣 这样一来 他们每个月都可以收到七八万的租金 这便不小的收入让小宁动了心 可别墅毕竟在柯文的名下 想要拿来出租 还要征得老公的同意才行 小宁试探性的询问老公的意见 但没想到 却被柯文一口回绝 他担心 如果再遇到无良的租户 搞坏了房子 那岂不是让家里的生活 更加雪上加霜 小宁只能退而求其次 恳求柯文 先见见房客再做决定 这天小宁正在面试工作时 接到了中介打来的电话 他只能拜托老公 先接待一下看房的客户 这边忙完了 他会尽快赶回去 老公在电话里的态度 依然十分坚决 反正就是十万个不愿意 把房子租出去 小宁活起活了的回到家里 终于见到了房客 女人自称是附近医院的外科医生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 努特决定把母亲的阿提 接来与自己同住 他们看中了附近的宁静与便利 希望可以尽快的搬起来 小宁面露难色 因为他还不知道老公什么意思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老公不仅同意把别墅租给他们 还表示会尽快把房子腾空搬出去 这与刚才电话里面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一时之间 小宁也摸不着头脑 别墅很快就被一搬而空 生活必需品全都搬去了公寓 一些不经用的东西都被锁进了仓库 邻居彭仪专程过来为他们送行 小宁还叮嘱彭仪 帮忙照顾一下房客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 搬家第二天正好是女儿的生日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给盈盈过生日 可盈盈并不喜欢妈妈送她的生日礼物 她提出想要一款绝版的卡通娃娃 还拿出电脑 只给妈妈看 柯文看到这一幕若有所思 晚上小宁想与老公温习下功课 却遭到了老公无情的拒绝 不仅如此 小宁还在他的胸口 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三角纹身 柯文谎称是与同事喝醉后 打赌打输了纹下的 小宁也就没有再多追究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几天后 小宁来别墅里拿东西 竟然在新房客的脖子后面 也发现了同样的纹身 难不成老公会与他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更加奇怪的是 房间里大白天拉上了所有的窗帘 似乎里面有人 在刻意躲避小宁的目光 租客进进出出 都会把房门上锁 俨然把小宁当成了贼一样来房 看着这个无比熟悉的地方 小宁总感觉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对劲 这是彭一发来信息 让小宁离开之前 务必到他家一趟 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想要告诉小宁 小宁忙忙后 找到了彭一家里 彭一说租客看上去 并不像是医生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出门上班 别墅的窗户都被挂上了乌鸦的羽毛 每天到了半夜 房子里都会传出像是送经一样的声音 而且是从盈盈之前住的那个房间传出的 有一天晚上 彭一家的狗狗狂吹不止 他出门查看时发现 数不清的乌鸦正盘旋在别墅上空 久久不肯离去 想及了某种邪恶的巫术 结果第二天早上 彭一家的狗狗就被发现死在了院子里 内脏全部被莫名掏空 一股不祥的预感 顿时涌上了小宁的心头 回到家里 小宁第一时间翻找出租客的身份证件 在卫生局的官方网站上 试图查找他们的资料 果真如彭一猜测的那样 网站上根本查不到两人的任何信息 小宁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柯文 但他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事情 明显与之前那个谨小慎微的性格严重不符 正让小宁一度怀疑 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公 还是不是之前的那个男人 小宁的前男友正好在警局工作 于是他拜托对方 查一查租客的背景 也就是当天深夜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大圈乌鸦 突然出现在了公寓的阳台上 床下还流出了可怕的新红色液体 紧接着阳台门自动打开 正在熟睡的女儿突然开口说话 小宁猛然惊醒 只见女儿此次盯着窗外 一动不动 小宁起身关闭阳台门 身后的衣柜又莫名其妙地打开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小宁胆战心惊地走向了衣柜 里面除了一些衣服之外 并没有任何异常 这时床头的手机传来震动 就在她转身一瞬间 衣服下面 本名钻出了一张模糊的人脸 原来是彭仪发来的信息 别墅里好像又在进行什么仪式 彭仪还发来了一段视频 只见女人捧着一本书 折住了面部 身体不断地前后晃动 似乎是在进行着某种祈祷 对方发现了彭仪正在拍摄视频 小宁赶紧给彭仪发去多条信息 确认安全 但彭仪自此 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回复 小宁急忙出来找老公商量对策 却发现睡在沙发上的柯文不见了 小宁拨打老公的电话 而电话铃声却在门外响起 她小心翼翼地准备打开房门 原来门外的正是老公柯文 她说在浴室里啄到了一只老鼠 刚才出去是把她扔到了楼下 如果真的只是出去扔一只老鼠 那么她手里拿的书又做何解释呢 虽然柯文满口答应 说要扔掉 可等小宁回到卧室 柯文却又把那本红皮书装进了包里 还给背包夹上了一道密码锁 小宁又一次打开了手机 发现彭仪不但没有回复信息 还把之前的那条视频也给撤了回去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一大早 小宁就找来了彭仪的家里 可按了许久的门铃都无人应答 就连电话也是无法接通的状态 这时新房客努特恰好赶到 声称彭仪一大早就回了乡下 可小宁心里比谁都清楚 彭仪是土生土长的曼谷本地人 她在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任何奇迹 小宁回到家里 发现盈盈的玩具扔的遍地都是 而她正在书桌前 看着电脑一动不动 对于妈妈的埋怨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小宁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 她慢慢的走向书桌前 电脑屏幕突然变黑 上面印出了一个卡通娃娃 这不正是女儿心心念念 想要的生日礼物吗 小宁不小心触碰到了娃娃的胸前 女儿突然冲出来抢走娃娃 还说这是爸爸买给她的生日礼物 可细心的小宁还是发现 娃娃提尼的声音 根本就不是女儿的声音 时间再次来到晚上 正在熟睡的女儿又说起了梦话 小宁本能地转过身来安抚女儿 却突然发现手感不对 原来是卡通娃娃 诡异地出现在了床上 小宁起身把娃娃放进了抽屉里 这时客厅里突然传来了手机的闹铃声 可现在才凌晨的三点多钟 老公定这么早的闹铃 是要做什么呢 他偷偷地看向客厅 只见柯文已经穿好了衣服 拿起包里的那本红皮书 就要准备出去 小宁急忙拿起手机 就要追出去看个究竟 没想到一不小心扯掉充电器 发出了响动 外面传来了关门的声音 本来已经出门的老公 竟然又回到了客厅 继续睡觉 很显然是柯文听到了动静 又回来了 可他究竟在隐瞒什么秘密呢 小宁准备回去继续睡觉 耳边却突然传来了 小女孩的哼唱声 一个模糊的黑影 在来回的扭动着身体 小宁猛地回过头去 原来只是一件黑色的裙子 在随风摆动 可房门都关得好好的 密闭的房间里 哪来的风呢 小宁慌张地把衣服 塞进了衣柜 关门时 镜面上突然映出了一个 恐怖的小女孩身体 可等转过身去 女孩又消失不进 再次看向镜子 只见女孩 伸出了毫无血色的鬼爪 正在女儿的胸前刻画着什么 原来现实中 根本看不到她的身影 只有通过镜子反射 才能看到 第二天早上 盈盈的胸前 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三角印记 可可文看到后 不但没有询问发生了什么 反而好像没有看到一样 转身离去 小宁发现老公 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于是决心 一定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当天晚上 小宁一直强忍着没有睡觉 3点44分 老公的闹铃声再次响起 很快外面就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应该是老公 又拿着那本红皮书出去了 小宁来到客厅 记下了背包上的密码 然后悄悄的跟着可文出了门 电梯一路向上 停在了八楼 八楼的两家住户都房门紧闭 唯有通往天台的大门 是徐域掩着的 小宁胆战心情的推门而入 天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让小宁吓破了胆 只见数不清的乌鸦漫天飞舞 可文正端坐在天台的角落里 摇头晃脑的进行着某种祈祷仪式 无数的祈祷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似乎这里还坐着很多 小宁看不到的身影 小宁举起手机 想要拍下这诡异的一幕 一个黑影突然慢慢升起 遮住了手机的摄像头 女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手机前面明明没有任何东西 她伸手向前摸索过去 却不知此时她的对面 正站着一个恐怖的小女孩 小宁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棚中的乌鸦向她俯冲而来 女人大声喊叫着逃回了家里 躺在床上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几分钟后 老公推门进了卧室 女人捂着嘴巴 极力控制着颤抖的身体 尽量伪装成已经睡熟了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 女人趁着老公去卫生间的空档 打开背包 找到了那本红皮书 正当她要仔细翻看时 男人突然出现 她只能顺势把书塞进了裤子里 然后借口要去卫生间 躲开男人 她要看看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 能够让老公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变得麻木不仁 可当她打开后 就完全傻了眼 整本书里面 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 这时老公也发现书不见了 正在桥门询问 是不是小宁拿走了 女人情急之下 就要找个地方把书藏起来 她打开了卫生间的管道检修口 可里面的东西 着实把她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里不仅摆放着各种祭祀用品 似乎还经常有人过来上香祭拜 下午间女儿放学 小宁竟然看到了更加恐怖的一幕 女儿不知何时 与拉提混在了一起 拉提单手扶着盈盈的后背 而盈盈正在做着 那个令她汗毛倒立的动作 可当她穿过西壤的人群跑到跟前 女儿与老巫婆瞬间没了踪影 似乎刚才的一幕 全都是自己的幻觉 这时女儿从旁边跑了过来 一脸茫然的 看着眼前近乎崩溃的小宁 声称并没有见过租房的那位婆婆 但盈盈的跛颈处 竟然又莫名 出现了一块三角形的印记 这下小宁彻底怒了 当天回家 她就急急忙忙收拾好了行李 要带着盈盈到外婆家里住段时间 可刚下楼 就恰好碰到了回家的柯文 这时小宁也不再装了 直接质问老公 与那帮邪角图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没想到柯文 不但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话语之中 还在处处的袒护他们 小宁不顾柯文的阻拦驾车离去 她带着女儿住进了附近的酒店 可盈盈刚到这里 就吵闹着要回去找爸爸 竟然还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盈盈肯定知道些什么 面对母亲的苦苦逼问 她只失不住的掉眼泪 死活的不肯再透露一个字 第二天早上 小宁在酒店楼下 见到了前男友 原来房客的身份信息 被刻意的修改过 虽然他们都没有犯罪前科 但这种故意隐瞒 真实身份的做法 肯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小宁回到房间时 发现盈盈不见了 门外的保洁说 孩子是被她爸爸带走的 小宁急忙赶回了公寓 可家里并没有女儿的身影 但她却无意间 发现了床下流出的红色液体 她奋力挪开床垫 这件床板上 是一个大大的斜角标志 原来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 竟然是一个细思疾恐的巨大阴谋 小宁马不停蹄的来到了别墅 可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一片狼藉 隐隐房间的墙上 贴着一个醒目的斜角标志 这里似乎是被布置成了一个祭祀的神坛 小宁急忙打电话给中介 询问她是否知道 拉提母女二人搬去了哪里 中介不但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 还愿意陪着小宁一起过去找他们 就这样 小宁坐上了中介的车 一路时日向郊外 中介打电话时 小宁突然发现 中介的身上竟然也有斜角的标志 看来再往前走 自己胸多吉少 小宁不动声色 但已记上心头 她假装恶心反胃 迫使中介停下了车 然后一把推开男人 分离向野外跑去 可小宁的体力始终稍训一筹 还没跑出几步 就被男人用石头砸晕在了地上 浑迷之际 中介从车后 拿出了事先早已准备好的行李箱 男人把小宁拖到了河边的一个别墅里 这时正好来到了凌晨的三点四十五分 随着房产中介的轻轻一按 事情迎来了揭秘环节 让我们来看看 柯文所做的一切 究竟是为了什么 时间回到十一年前 原来柯文在此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金 妻子生下女儿后 离一趟而去 留下柯文与女儿小家 相依为灭 女儿生日那天 她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正是前面出现的卡通娃娃 小家迫不及待的 录下了那句录音 但好景不长 由于刚刚修好的热水器漏店 小家把自己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七岁 失去了女儿的柯文一蹶不振 她把卡通娃娃 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中日里对着娃娃 不肯迈出家门一步 一遍遍的 听着女儿最后留下的声音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 小宁无意间 闯进了她的生活 这才让柯文 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她们一见钟情 迅速坠入爱河 婚后很快又生下了 现在的女儿盈盈 柯文向妻子 隐瞒了小家的事情 还把小家的全部东西 放在了天花板上面 想念女儿时 就会偷偷的拿出来看看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 柯文突然发现 盈盈总是对着空气说话 嘴里还不断的哼唱着 小家对喜欢的儿歌 更加离奇的是 盈盈竟然说着与小家 此前一模一样的话 还喜欢上了同样的卡通玩具 这不得不让柯文怀疑 但非常遗憾的是 只有盈盈可以看到她 这也正是柯文 不愿意搬出别墅的 最根本原因 等到了拉提母女看房的那天 这位老太婆 似乎对浴室非常感兴趣 站在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她告诉柯文 这栋房子里 徘徊着一个 不愿意离去的灵魂 这一句话 直接戳中了柯文的痛点 紧接着 她拿出一本红皮书 送给柯文 也正是因此 柯文才会突然转变主意 同意出租别墅 在房子读出去的第二天 柯文就偷偷来到别墅 约见了老巫婆母女 拉提告诉柯文 想要见到死去的小家 就必须要信仰他们的神 并且每日诚心祈祷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柯文的身上 多了一个三角符号 每到凌晨的三点四十五分 他都会拿上 带着教义的红皮书 一个人偷偷流到阳台上 做祈祷仪式 正式成为了一名 狂热的斜角追随者 而小宁回别墅 拿东西的那次 房间里那个 鬼鬼祟祟的人影 正是柯文 祈祷仪式很快就有了反应 大量的乌鸦 开始盘旋在公寓的上空 拉提告诉柯文 乌鸦是神的使者 这也就意味着小家 是时候离开了 他们父女 两个命理注定 不能再次相见 柯文不能接受 如此残酷的现实 他痛苦流涕 祈求拉提 可以帮他见见女儿 并表示 可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拉提看气氛 红头的如此到位 于是同意帮助柯文 但前提是 要先帮小家的灵魂 寻找一副新的躯壳 必须跟小家的年龄差不多 且有同龄体质 拉提母女 还一再保证说 两个灵魂共存 不会对任何一方 造成伤害 无知的柯文 找到盈盈说明了一切 还把当年小家的卡通娃娃 送给了盈盈 年幼的盈盈 看爸爸哭得泪如雨下 于是毫不犹豫的 答应了他的要求 还保证 不会向妈妈 投入任何信息 在此之后 柯文在卫生间里 偷偷设下神坛 然后用乌鸦血 在床板下 画上符咒 果然在几天后 也就是被小宁发现 他在天台祈祷的那天晚上 柯文正在祈祷时 突然灵魂出笑 他看到大量的信徒 围坐在自己周围 一个女孩的身影 一闪而过 柯文以为是邪灵险神 召回了女儿小家 可就在他正要靠近女儿时 妻子出现 祈祷被迫中断 勉强的小家也随之消失 柯文没有选择 向妻子坦白一切 而是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拉提 由于担心小宁的发现 会节外生枝 于是拉提决定 把招魂仪式 提前到第二天进行 招魂仪式进行前 需要在盈影身上的不同部位 留下三个印记 小家已经帮他们完成了第一个 拉提亲手来完成第二个 这也正是小宁 当时在学校里看到的一幕 后来盈影被妈妈带走 本以为招魂仪式会就此中断 没想到盈影到宾馆后 主动联系了柯文 就是在小宁 与前男友见面的空档 柯文偷偷潜入宾馆 带走了盈影 为了保证仪式的顺利进行 他们先是躲进了 隔壁的彭义家里 等小宁坐上房产中间的 车子离开后 又回到了别墅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小宁回到别墅 找不到人的原因 柯文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用血亲之血 在女儿的额头 挂上了第三个印记 紧接着 他便被擒除了卧室 留下女儿 与两个巫婆待在一起 柯文走出卧室 发现自家的田花板 竟然开始无辜漏水 水渍已经浸湿了 一大片田花板 这时楼下突然 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柯文下楼查看 发现竟然是 失踪了多热的彭义 柯文关切的上前打招呼 没想到彭义反手一刀 直接插中了柯文的腰子 此时的彭义 再也没有了 网热的热情好客 他追着柯文 不住的鼓刀 这时盈盈突然冲下了楼梯 可能直到这时 柯文都没有想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拉提母女也下了楼 他们从角落的箱子里 取出了一个母偶 在柯文惊恐无路的眼神中 真正揭秘的时刻来到 原来几个月前 拉提就发现了 具有通灵体制的营影 这正是他几十年来苦苦找寻 用来复活女儿的最好躯壳 他们先是把公寓里面 搞得一片狼藉 在房产中介的配合下 接近柯文一家 然后利用柯文对女儿的思念 诱导他加入邪教 柯文美满的祈祷 只不过是在帮助拉提 欢迎他女儿 沉睡多年的灵魂 柯文在天台 看到的小女孩 就是拉提的女儿 紧接着拉提把小家的鬼魂 封印到了卡通娃娃里 目的就是让营影看不到小家 造成了小家 马上就要离开的假象 最后又逼柯文说服营影 自愿参加招魂仪式 但百命一书 他们的祈祷仪式 不小心被彭一录了下来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他们闯进彭一的家里 利用巫术 把彭一变成了自己的傀儡 也正是因为彭一的信息 让小宁发现了端倪 这才迫使老巫婆 不得不提前举行招魂仪式 但根本没有什么 所谓的招魂仪式 拉提一直想做的是幻魂仪式 新灵魂诸如躯壳的前提 是要杀死身体里原有的灵魂 营营听完后恍然大悟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冲出房间 正好看见了 倒在雪坡之中的科文 眼看马上就要到凌晨的3点45分 拉提布置好了神坛 准备举行幻魂仪式 而此时的小宁这边 中介打开行李箱 取出了小宁的手机 然后把手机扔进壶里 防止被定位追踪 可等他转过身来时 却傻了眼 箱子里的小宁早已不知去向 与此同时 盈盈被强行拉回了房间 准备开始仪式 而楼下的科文 凭借最后的顽强意志 赶掉了彭仪 手拿剪刀来到了楼上 努特听到外面的动静 出来查看 他只顾着观察天花板的漏水情况 完全没有察觉到 埋伏在门后的科文 另一边 中介拿出手枪 正在搜寻小宁的下落 而小宁早已拿好了剪刀叙事再发 就在他发起攻击的同时 科文一起下手 身负重伤的科文 最终没能制服女人 反被打倒在地 这时中介发来信息 说已经处理好了小宁的尸体 询问还用不用回来帮忙 女人没有多想 便把地址发给了中介 可他完全没有想到 此时是小宁正在拿着中介的手机 小宁找到中介的车钥匙 急忙往别墅赶来 此时科文躺在地上奸奸一息 弥留之际 他把血手伸向了自己的背包 待小宁赶到别墅 数不清的乌鸦 正盘踞在半空折天蔽日 他没有第一时间冲进房间 而是闲来仓库 找到了顺手的武器装备 他把油漆放进微薄炉里加热 油漆受着膨胀产生了爆炸 他趁着努特下落灭火时 偷偷来到了楼上 此时的换魂仪式 进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盈盈腾在床上 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 小宁顾不得伤心难过 现在首要任务 就是中断垃蹄的误术 可突然 紧接着小宁被高高的举过头顶 然后猛的摔向了地面 此时盈盈抽搐不止 一个全新的灵魂 正在慢慢站住他的身体 旁边的木屋娃娃 也开始有了反应 既然对付不了老巫婆 小宁转而对木屋下手 几锤子砸下去 木屋偷出了一阵黑烟 一只恐怖的鬼手 突然掐住了小宁的脖子 拉提那丑陋的女儿 现出震身 但小宁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仍旧在不遗余力的 回舞着锤子 木屋未敲碎的瞬间 两个瞳孔合二为一 小宁抱起盈盈 重出了房间 却被拉提母女二人 堵在了楼梯扣 正在三人僵持不下之时 头顶的天花板 传来了嘎吱嘎吱的开裂声音 眼尘散去 盈盈是第一个苏醒过来的 只见他漠然的捡起一根铁棍 对准了地上的弩特 拉提目堵着眼前的一切 却无能为力 原来就在柯文宾死之际 他看出小家的灵魂 就在娃娃的体内 于是用自己的鲜血 解除封印 放出了小家 一时的最后一刻 天花板上的水滴 正好滴在盈盈的身上 而这片天花板上放着 正是当年小家的遗物 此时占据盈盈身体的 正是十一年前 就已经死去的小家 警方赶到现场时 盈盈正抱着爸爸的尸体 久久不肯离去 妇女两人终于见上了最后一面 不过此时的柯文 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医院里 前男友把柯文的一切 都告诉了小宁 直到这时 她才知道了小家的存在 盈盈的枕头下面 放了一张柯文 与小家的合影 本以为是小孩子 随手捡来玩的 可盈盈脱口而出的一句阿姨 彻底把她拉回了现实 她这时才意识到 自己那个乖巧可爱的女儿 已经离开了她 女儿的身体里 住着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 电影的最后 小宁带着盈盈 回到了老家生活 一个是同时爱你的母亲 一个是从小就失去母爱的孩子 相信他们会在以后的生活中 相互陪伴 相互安慰